大家好 焦点视频 山川风水讲堂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我们的杨忠愚师傅 你们好 大家都好 师傅 上一集我们说中国的命运进入了第二部分 今集就是我们的大结局 为什么我说大结局呢 因为我也有一些斗胆 对啊 我将会请教师傅一些国运的问题 但是在我问这个问题之前 我就想呼应上一集 上一集我们就说过有九运 有九运 又有八运 又有六运 又有七运 又有五运 其实这些几运 几运 几运是代表什么 你一说好像有几多番 一番 两番 越数越开心 越赶越心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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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希望上一集不要闷着大家 因为一讲到这些运数 教我都要几堂 所以辛苦大家 听了 可能有点乱 我心是断出 简单一点 所以 我就提到我们所谓一个大运数 就是180年 180年 大三运 刚刚讲的大牌 大三运 大三运 一个运就是60运 即60甲子一个运 对 我刚刚三个运就是180年 在180年里面 我们如果是细分的 因为我们是这样看的 人一个运是多久 10 10年一个运 正常 你可以这样计算 20年为止 你住那间屋的一个运 是吧 嗯 这件事 怎样说法呢 反过来推上去 其实不是这样计算 应该在上面计算 你先计算180年 是 由180年 因为九工 就分九工 是 九工每行一工 就要行20年 嗯 那你计算 就除此计算 是 是 所以 20年就是一个运 是 20年 那这个就是你家 或者是谁住的一个运 你计算 国家来说 是否又是20年 这样计算 国家人是否有20年 是吧 如果国家20年就太少了 是吧 喂 收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是 你说人都10年 是 是 是 你看回我们 你推翻 嗯 嗯 虽然是封建社会 嗯 我们对上的一个清朝 嗯 嗯 都三百年 是啊 是 你 明朝都二百多年 唐朝都 又是近三百年 所以你看这些国运来说 行肯地二三百年 是 二三百年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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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